1950年3月,重庆,托尔索的所长叶兰到菜市场买菜,一番左挑右选后,却始终没有买到新衣的蔬菜。 这要打到回府时,叶兰在一个不欠的小角落里,发现了一个乡下人。 她的菜十分新鲜水灵,像是乡下农民自己种的菜。 上下买菜的叶兰很快就发现,这个菜农,不对劲儿,才刚初春就戴着草帽,还操着一口河南话。 仔细端详下一来发现,这人竟是军统特务,果断报警。 那么该特务为何要到重庆去卖菜呢?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秘密? 大家好,这里是见识玉京,关注见识玉京,方便查看往期,精彩视频。 这名特务名叫徐桂林,1919年出生在荷南安阳市,一个贫苦家庭。 1939年,国民党来到安阳招兵,她加入了,成为了国民党学兵团一员。 所以学兵团就是国民党专门用来培养日后军官的预备部队。 1940年,她跟随第一警察总队去了重庆,进入了军委会特务第五团当班长。 残忍刽子手 徐桂林的狠毒善打,很快在一帮特务中赢得了自己的小名气,甚至逐步地在重庆的特务圈子里成为一名王牌打手,号称重庆监狱系统里四大金刚之一。 1942年,年龄才23岁的徐桂林被带立刊中,她调到巡查总队当班长。 1947年12月,她又调往扎子洞任刑员第二看守所所长。 她以残忍和歹毒赢得兔头子的欢心,被遇中的革命知识们恨得咬牙切齿,暗地称这个看守长徐桂林为猫头鹰。 她在1949年时,还指挥手下的特务,狠心杀害了包括江姐在内的30多位革命工作者。 扎子洞监狱中也关于了很多爱国的人人知识, 她们被国民政府武力抓捕后,遭到了非常残忍的对待。 即便如此,同志们的立场还是非常坚定,不管敌人如何严刑拷打,都不愿背叛组织。 后来她还造成了一次惨绝人寰的扎子洞大屠杀。 期间,180多人不幸遇难,幸运存活下的人寥寥无几。 她就是一个恶魔,当时人人都痛恨她,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。 可在重庆解放后,徐桂林这个大特务却失去了踪迹。 警方费尽周折的寻找,依旧一无所获。 当一个人基于内心的欲望所驱动,并且被蒙蔽了厉害评判心的时候, 完全可以做出让你毛骨悚然的事。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,恶之花向海面下的冰山,阴暗而巨大,会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感到寒冷。 说到这里,不妨了解一下包括鬼骨子、公心术与毛略等受益生的试问书。 看似厚黑,实则实用,句句直指人性,都是基于对人性阴暗面的洞察,相信会对大家有所避意。 言归正传。 当时,工作人员找了很长时间的徐桂林都没有找到他,还以为他跟着蒋介石逃到了宝岛。 可根据当时的情报显示,特务的名单里根本就没有徐桂林的名字,他一定还在大陆。 大家纷纷猜测,他没有逃到宝岛,四川等地也没有任何他的消息,会不会是逃回河南老家了。 可追捕组有人提出异议,河南早就解放了,徐桂林要是回河南,不仅路途遥远,沿途还有蹭蹭的把手。 不可能没人发现啊。 虽然很有道理,可追捕组本着不放弃任何线索的原则,还是派人来到了徐桂林的老家。 可到了村子里询问了很长时间,村民都说,他当兵离开之后,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,最近他也没有回来。 线索又一次中断了。 此时追捕小组也是百般疑惑,难道这么大一个人就人间蒸发了? 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,徐桂林依旧逍遥法外。 大家心里很不识滋味,终于在1950年3月的一天,事情出现了转机。 出现转机,徐桂林被买擦的叶兰英发现,当时叶兰英走到了这个小贩的摊位前,叶兰英发现这个小贩竟然说这一口河南话。 那个时候战争刚结束,不管是离家的将士还是在外的群众,应该都是归家心切,不顾一切地往家走啊。 既然这个小贩一口河南话,怎么可能还不还乡呢? 而是在外地卖菜呢? 并且,叶兰英越看这个小贩越觉得眼熟,无论是身材还是背景,他都感觉在哪儿见过。 在进行对话之后,这个菜贩子的身影,逐渐和叶兰英心中所想的容貌相似了起来。 这时,菜农也慌乱了起来,开始驱赶起叶兰英来。 就在小贩说话的时候,叶兰英也紧盯着小贩不放,不肯挪开目光,害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。 叶兰英很快确认了他的身份,就是那个穷凶极恶的猫头鹰徐桂林。 原来,猫头鹰徐桂林自知罪孽深重,心惊胆缠。 他与同伙李磊商量,解放军快打进城了,抓住就是死,与其坐着等死,不如上山打游击, 干到底。李磊同意了他的看法,两人当即率领一小支残败部队,往广安方向逃窜。 还没有到华银山的时候,就发现华银山已经被解放军解放了。 正当走投无路的时候,他们遇到了胡宗南手下的残兵败将,徐桂林加入了这支部队。 他本想跟这支残军持续跟我军抗衡,结果这支残兵败将根本没有办法阻挡解放军的步伐。 他很快就因为失败,沦为了俘虏。 那时候,我们的革命队伍还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信息收入和分析系统。 抓到徐桂林之后,误以为他是个普通的士兵,只是对徐桂林进行了简单的思想教育,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审判,直接放了他。 徐桂林勉强保住性命后,非常庆幸自己能够重获自由,但是他一点都不敢疏忽。 因为他知道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,完全可以用丧心病狂来形容。 一旦被国家再次抓捕,等待他的命运只有一个,那就是死亡。 为了躲避这个沉重的惩罚,他躲在重庆的岳父家中,并扮菜浓,掩人耳目,边坐着去宝岛的梦。 他自知罪孽深重,一旦被发现是无法活命的。 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天德,一直藏匿在王德公家。 过了一段时间,他因为没有经济来源,被迫出来卖菜,顺便打听消息。 狡猾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徐桂林,算假扮菜贩子,但还是被发现了。 此后,叶兰英很快通知了公安局,追踪到他的信息后,组织下达指示,先不要打扫惊蛇,摸清楚他现在的情况,不要贸然抓捕。 因为要是贸然抓捕,徐桂林很可能会有所警觉,就逃脱了。 而且徐桂林本人也是人高马大,身上很可能带着枪。 要是徐桂林突然反扑,那定会伤害到无辜的居民,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人员绝对不允许发生的。 此外,当时国民党在大陆遗留的毒瘤还没完全清干净,按照国民党当时的狡诈作风,徐桂林此时也有可能是以卖菜为掩护,实则是在试探重现的兵力,然后伺机反扑。 要是就这么贸贸然冲出去抓徐桂林,打草惊蛇,那就麻烦了,不如顺藤摸瓜,将徐桂林和他的同伙一起逮捕归案。 天网灰灰,疏而不漏。 经过了多日的盯梢和观察,这部组的同志们终于确定了,徐桂林每天卖完菜,都是回到重庆子弹石会二村57号,一个叫王德宫的村民家中。 这个村子距离重庆市区的距离十分遥远,地方偏僻,交通落后,也难怪这部组之前多次搜捕徐桂林都无果。 跟踪了几天后,这部组没再发现其他特务,所以这部组当即做出了准确的判断。 徐桂林已经是国民党的弃子,不会再有其他特务和他联系了,于是便对徐桂林实施了抓捕。 这一天,有一位乔装打扮的公安人员假装前去买菜,就在徐桂林弯下腰撑菜的那一瞬间,这位公安人员当即报起,将徐桂林暗倒在地。 随后,埋伏在四周的公安人员一拥而上,将屠夫徐桂林抓捕归案。 被抓进去的徐桂林死不承认自己就是徐桂林,大喊冤枉,大喊抗议,他说自己是徐天德。 这部组知道,如果没有铁证,徐桂林不会认罪,他们前来了关键的人证,刘德斌。 刘德斌是极少数从徐桂林手下成功逃脱的人,他曾亲眼目睹徐桂林犯下的滔天罪行,用机枪扫射革命烈士,最后关头直接火烧。 刘德斌来到监狱之后,一眼就认出了这个大头头子,徐桂林。 徐桂林见到刘德斌后,自知身份败露,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所犯下的全部罪行。 承认自己就是扎子栋最名昭彰的大特务,猫头鹰。 1950年5月18日,重庆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,双手战马革命制式鲜血的凶手徐桂林被五花大宝押赴刑场,执行枪决。 1950年5月18日,重庆警备司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,双手战马革命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,双手战马革命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,双手战马革命令部在解放碑召开公审大会。